近日 沙凡市Market街 軟線4個Bart車站入口處的新玻璃遮棚 僅建成幾個月就遭受嚴重破壞 據悉 至少十幾塊玻璃被打爛 由於該玻璃具有加固特性 沒有玻璃碎片跌落到弧梯或行人路上 警方認為 破壞工具可能是寵物 例如鎚 而非BB槍 Bart發現人表示 目前正在統計具體的收復費用 預計將達到數萬元 根據州法律要求 這些設施是為了保護扶梯 免受惡劣天氣的影響 此外 為了提高安全和透明度 必須採用玻璃或硬塑料 Bart表示 這種破壞行為很少見 Bart 警察正在調查此事 力求找到肇事者並追究其責任